大家好,又是Tommy 教大家做一個韓式的滷水豬腳 他們的韓文叫做Jobo 豬肩,我們用豬肩,不是用豬腳 豬肩三隻 我們來做一做豬肩 這是怎樣呢 因為這些是急凍的,冰 不是新鮮,我們先加一點鹽 少許鹽 接著我們用水浸一浸 用來摔一下雪味 浸大約半小時 首先,我只會用水浸一跳 才會用水浸一湯 汁漸一湯 适量去甚至 這樣我們要過一過水 過水的時候要用什麼呢 過水的時候我們要用薑和酒 在旁邊 薑薑 一會兒你過水的時候 水滾 水滾 然後就五分鐘左右 滾了這些髒的東西出來 就可以了 薑就不用了 就這樣切 要你過水 過水我們要用一個大餐 放下去 放一塊水 好 大家 這隻豬腳差不多 滾了五分鐘 OK 這樣就 撒上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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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大餐 放了水 薑就放了下去 OK 這樣就放了三隻豬羹 這樣就放了三隻豬羹 放了三隻豬羹 放了水 放進去 蓋過了 好 接著 放一點酒 好 我們就拿去那邊煲 沸騰一下 好,現在水滾了 現在水滾了 大約溫泉完發 現在是新的Morning 一杯咖啡 這是今晚的景地晚餐 今天先擦一下 好了,現在煮了5分鐘 再煮3分鐘 煮3分鐘 先加一塊 看到,好漂亮 看到這個牛肉 看到這個牛肉 沸騰一下 我們攪拌 我們當然要過水 過水5分鐘左右 我們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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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 好 攪拌 5分鐘 我們攪拌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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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煮了5分鐘 煮了5分鐘 要做一點 煮完東西放出來 我們可以拿去那邊 洗乾淨去 再給你倒水去的 煮去的 我們先把你乾淨去 好 我們慢慢倒一下 小心啊 來吧 我們要把你乾淨去 把你乾淨去 首先要煮一下 首先要煮一下 我們煮一下 煮一下 再煮一煮 煮一下 再煮一下 煮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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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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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刷入冰箱 很漂亮 再次放入冰箱 来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将像这样做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今天買了三食豬肠,很漂亮 看到嗎?三食豬肠很漂亮 好,接著再放一些 來放東西 放一些材料 放一些材料在這裡 放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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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我們有什麼 放一些材料 我們要放味淋 豉油 鹽 一些 韓國的材料 醬油 這裡有什麼呢? 這裡有些紅棗 紅棗 辣椒 桂皮 八角 香葉 這個就是 黑胡椒 一粒粒的黑胡椒 咖啡粉 還有一些白蘑菇 接著這裡要什麼呢? 我們要一隻洋蔥 兩隻蘋果 一些薑 還有蒜 五粒 接著 蔥三條 好 你們有魚袋 就用魚袋裝著就可以 沒有你這樣倒下去就可以 我們現在做什麼呢? 現在就可以把這些材料放進去 才行 咖啡粉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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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棗 桂皮 八角 香葉 辣椒 接著就放一些 鮑魚 接著這裏呢 我們要半杯 差不多要半杯 差不多要半杯 半杯 差不多要半杯 差不多要65克 半杯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味淋 不好意思 這個味淋 我們要一杯 一杯 味淋 因為要很入味 味淋 一杯 鮑魚 鮑魚 一杯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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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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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湯匙鹽 接著我們就做這些 這裡是洋蔥一個大的 不用怎麼切小 開四邊就可以了 四邊這樣放進去 整個 整個切開 又是切開四邊 四邊 再把它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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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人很喜歡放生果 因為生果會令肉很輕鬆 好 蘋果兩隻 放進去 好 薑 薑洗乾淨 不用切皮 六片左右 放進去 六片左右 放進去 蔥 蔥 這個蔥頭 我們留回去 留回去 看見Tommy 放了蔥 我就把蔥 放到這裡 生了這麼多蔥 拿出來 有空 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 有空就可以拿出來 好 洗乾淨 OK 切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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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著 這個蔥頭很大 來做 要煮 做 所以要预备些东西,算了,OK? 这只算不漂亮,看这只算不漂亮,看看这只算不漂亮,看这只算不漂亮 做好蒜頭 起碼要15顆蒜頭 拿起碼要15顆蒜頭 現在我們做好蒜頭 做好蒜頭 做好蒜頭就可以了 就可以煮豬腸 豬腸大約大火煮一小時 然後用中火再煮45分鐘就可以了 做好蒜頭就可以做好蒜頭 做好蒜頭 做好蒜頭 好蒜頭 做好蒜頭 做好蒜頭 2 3 4 4 8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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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差不多 蒜頭不要弄 稍後你 撒不出來就不夠味道了 起碼15粒 這個韓式綠水豬腳 就這樣撒出來 一次就能吃 其實都不需要怎麼點東西 但是有些韓式的醬 今晚我們做了韓式的醬 煮完之後 可以亂吃也可以 又可以把雪櫃 拿出來也可以 還要切些蒜片 切些麥西哥辣椒 Holipino 然後把生菜炒出來 好了 完成 這些蒜 放進去 好 放進去 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了 把水放進去 把水蓋過 好 OK 可以加了 用腳 用水滾來計量 一個小時 好,我們來放些水 好,開鍋 好,搞定 我們拿過這個鍋 好,這個鍋 大火鍋,水滾來計算一個小時 好,這樣說 好,我們一邊等個滾 吃個早餐,OK 哇,買了個Almond Cascade 多漂亮 還有一杯咖啡,OK 跟著我們等個水滾,你計算一個小時 好,大家去看看 現在開始滾了 哇,滾得很厲害,咖啡味 因為要加點咖啡粉 好,味道 OK 好,現在水滾 水滾一個小時 大火,蓋蓋 哇,那個味道已經很厲害,好香 好,一個小時後再回來收細貨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看 現在大滾了差不多15分鐘 哇,現在變了這麼硬的味道 好,這些很香 好,現在再等它 我們找夠一個小時 大火,我們有三醉 中火 四、五個小時 我們聊天